据传,可爱的乔治小王子有望打破英国王室的传统,在登基成为国王之前,可以不用先从军,而威廉亦支持王子选择自己的命运,不再必须从军才能继承王位。 这可是个大新闻啊!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威廉王子也支持儿子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这真是个开明的爸爸呀! 他不再坚持传统,让乔治有机会选择自己的职业道路,过去,英国王室的成员都要先从军才能继承王位,这是一种传统,也是君主制的象征。 但是现在,乔治有了更多的选择,他可以成为国王,也可以成为太空人,甚至可以成为国王太空人。 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时代呀,让我们为乔治的未来充满期待。 如果乔治成为太空人,那将是一段多么有趣的历程啊。 他可以在太空中举行王室婚礼,让全世界都为之疯狂。 他可以在太空中举办王室晚宴,让宇航员们品尝皇家美食。 他还可以在太空中举行王室游行,让外星人们也能欣赏到英国王室的风采。 这真是个充满想象力的未来呀。 当然,乔治也可以选择成为国王。 他可以穿上华丽的王袍,戴上金色的王冠,坐在宝座上接见各国元首。 他可以参加各种王室活动,出席宴会和庆典。 他还可以在国王的身份下,为慈善事业做出贡献,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这也是一个充满责任和荣耀的未来呀。 历史学者维克斯和王室传记作家威尔森对于乔治王子的未来有着不同的看法。 维克斯认为,让王室成员从军是时代进步的一大步。 因为这样可以让他们了解常人的生活,体验一丝自由,并学会守时和表达技巧。 这对于旅行王室职责非常重要。 威尔森则认为,乔治应该先服役,然后再追求其他事业,因为穿上制服对于王室成员来说是有帮助的。 乔治王子似乎对军队有一些兴趣。 据报道,他在英国皇家国际航空展上展现了对军队的初步兴趣。 关于乔治王子放弃从军,难道他不想要王位了? 网友,真明智,这是在保命啊。 凯特·威廉夫妻让乔治尽可能自由成长,其中包括了不再爱英国君主的传统从军服役。 这让很多王室支持者们心中锦铃大作。 从就读平民学校,到不再按王室规矩服役,难道王室真的要向某些王室专家们预言的那样? 命不久矣,难道威廉真的是英国王室的末日君主吗? 不论狂热的王室拥护者们是否承认,现在的王室在去贵族化,去特殊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其中包括了温莎家族的传承核心继承者们。 毕竟在全媒体时代,王室的神秘感渐渐被揭开,其中许多烟渣不堪的丑闻也被纷纷抖落出来了。 从菲利普亲王众多的桃花,到查尔斯成为卫生棉条的愿望一一被大众知晓,并评头论足。 没了神秘感,也就没了光环。 王室不再被视为本国人民心中的信仰,与国运昌盛的象征,不再被奉若神明。 英国王室的民众支持度也在一度下降,甚至抗议与偷袭时有发生。 去年砸到查尔斯面前的臭鸡蛋味道还没有散尽,今年加冕之时的抗议也不是重刑安保可以完全避免的。 虽然威廉王子是温莎家族与斯宾塞家族的贵生子,但长在母亲戴安娜身边的那些年却是在母亲的庇护下自由生长,无论是学业还是交友。 母亲戴安娜是为了威廉王子可以在学校赤脚跑步的母亲,也是为了威廉王子的自由与查尔斯针锋相对丝毫不惧的母亲。 戴安娜王妃是威廉王子生命中那束自由之光,也让年纪轻轻的威廉王子就看清了英国王室的腐朽,陈旧,冷漠,嗜血,并且开始倾听外界的声音,理智地思考王室的未来何去何从。 走下神坛的前奏已敲响,对孩子,尤其是对未来储君乔治小王子教育成长的选择,让人看清了在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心中对王室即将走下神坛的预期。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曾经表示,国会才是英国权力的中心,虽然政令是君主签署,颁布的,但即使国会让她签署的是处决自己的文件,她也不得不签署。 傀儡王室早显端倪,如今的王室媒体盛宴,或许是一个王朝覆灭的前奏。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自搬到美国后的哈里王子,逐渐与他的英国朋友和信任的顾问疏远,现在正过着生活在泡泡里的日子。 这位曾经拥有众多英国朋友和顾问支持的王子,如今在美国的生活中,似乎越来越远离他的英国根源。 在宫廷机密节目中,英国《每日邮报》的专栏作家理查德、伊登、沙拉、威恩和皇家编辑丽贝卡, 英格历史讨论了哈里王子与曾担任他慈善机构Sentable信托委员会主席的约翰尼、霍恩比之间的冲突。 节目主持人沙拉表示,随着哈里王子在美国安定下来,他不断地与英国各种关系拉开距离。 沙拉解释道,我听说他不再和任何老朋友交谈。 也不再听从任何老顾问的意见,像蒂吉、莱奇、伯克这样的人曾经在帮助他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现在他们都不在了。 蒂吉、莱奇、伯克曾是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的保姆,后来成为查尔斯王子的私人助手。 据信,他在王子们成年后仍与他们保持密切关系,他还是哈里王子和梅根王妃的长子阿琪的教母。 利贝·卡补充说,哈里王子从小就与这些朋友保持着密切关系,他们一直被认为是安全的双手。 他们都是真心关心哈里的人,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会听从他们的意见。 失去这些朋友是很危险的,你最好的朋友是那些真正告诉你实话的人,如果你做了错误的决定,他们会告诉你。 理查德补充说,搬到国外后,人们可能会感到孤立。 莎拉表示,在我看来,他现在非常孤立。 结婚后,当事情变得艰难时,拥有比你的婚姻更久的朋友是很有帮助的。 他生活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没有自己的朋友,一切都是美国的,都是梅根的。 利贝·卡表示,哈里王子现在生活在一个泡泡里,这种状态并不特别健康。 他还提到,哈里王子对非洲的工作充满了热情,但很遗憾他还没有回去。 其实哈里王子在美国生活时,似乎越来越孤立自己,没有与旧友保持联系,没有听取旧顾问的建议。 他的生活似乎被梅根所主导,而且他的朋友圈子也变得越来越局限。 这种孤立可能会导致他失去那些真心为他着想的旧友,而这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 此外,人如果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梅根夫人就应了这句话,不但婚姻关系一片狼藉,事业上就连为数不多的撒瓜俩枣都要保不住了。 如今梅根夫人的头版头条是,梅根与哈里王子已分居,离婚在即。 看着版面与口径,应该不是梅根夫人的十二个分身闺蜜放出来的狠话。 分居的原因是,生活理念不同,事业发展不顺。 简而言之,就是没钱了。 说细致点,就是哈里的剩余价值让梅根撇嘴了。 消息一出,马上有知情人士出来辟谣了。 说梅根夫人与哈里王子重心在发展事业,因为日程安排很多时候,行程需要分开进行。 说人话就是,二人抗力情深,分开是为了搞钱。 其实也没错,毕竟梅根选择和哈里在一起也是为了搞钱。 要么,怎么当年去肯辛顿宫找哈里王子一趟,都要徒步把肯辛顿宫门口的地面磨成溜冰场了呢? 难不成迷路了? 迷失在媒体的闪光灯中吧。 现如今,人人喊打的梅根夫人连最后一点银子都要保不住了。 两大媒体巨头与其解约或限制合作类型闹得风风雨雨。 梅根、哈里在较量中极其被动,只能被迫接受裁决。 金大腿丢了,现如今,手里那几只可怜的苍蝇腿都要保不住了。 Netflix与其仅存的纪录片合约,因美国编剧工会、演员工会联合大罢工受到巨大影响。 纪录片完成遥遥无期,交不了作业就拿不到钱, 梅根夫人估计在家急地挠墙了。 毕竟再怎么样,也不能拿婆婆留下的万表典当出去维持生计与虚假繁荣吧。 而且,万表因为梅根做记号贬值得不是一星半点, 估计连原本十分之一的价格都卖不到,也太不合算了。 如今举步维艰的梅根可能怀念过那些当被胎王妃,被迫执行公务的日子。 任性妄为的梅根两口子已经开始接受现实的裁决, 不过,这还不是最黑暗的时刻,王室还没有下场清理门户。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